佛法我们知道 无比的殊胜 所以称之为宝 称之为法宝 法宝在这个世间 要没有人流通 也会淹没而不张 古人常讲 人能红到非到红人 佛法的兴衰 断看这个时代 有没有弘扬佛法的人 丁音集都在 没有红法的人 没有用处 一定要有红法的人 所以要有真正发大性 学己为人 这个学己 牺牲自己 明文立 五欲六成 物质的享受 这个要真正能放得下 如果贪图 世俗的享受 放不下了 这个佛法在你面前 你也是不得其门而入 能够学己为人 这个心 这个心 就是真正的菩提 跟诸佛如来 发生大肆 同心同愿 不要怕自己没有能力 我们自己说老实话 都没有能力 但是我们发这个心 心发的真诚 就有感应 我们靠佛菩萨加持 没有佛菩萨加持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头 一字一句也说不出来 今教你讲得好 你讲得深入 你讲得令听众发喜充满 全靠你的真诚心感应 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学习 学习的成绩不相同 这个不相同 绝对不是聪明智慧 有一些没有聪明智慧的 反而成绩好 聪明智慧的人淘汰掉了 由此刻之 与聪明智慧无关 与真诚心有关 看你有几分真诚心 你的佛菩萨加持 等级不一样 真诚心有关 真诚到极处 你就得到圆满的价值 真诚不圆满 就是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说的 你修善 不错 善里面夹杂着不善 差别在此地 什么叫不善 自私自利 是不善 明文立养 是不善 贪嗔 贪嗔吃慢 是不善 不善不能夹杂 这些叫根本的不善 必须要把主 还有枝末的不善 枝末的不善 是你常识不够 红乎立身 不是个容易事情 我们当时 接受教诲的时候 老师常常叮咛住 要统释出世界法 说法才能够去基去理 通佛法去基去理 通世间法去基 所以 说佛不容易 红法更难 要通达四处世间一切法 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好 世间法 不外乎人情世故 要懂啊 这个要有丰富的尝试 要在生活当中 接受教训 天天能够改过自信 我们常常遇到的 世界人 其心动念 一日造作 不善的太多了 不善 我们要帮助他改正 帮助改正 佛教给我们 善巧方便 我们没有善巧 没有方便 直来直去 让人家生起反感 好像你都是对的 我都是不对的 他排斥你 不接受你 你的好心 在别人心目当中是恶意 这叫什么 不欺积 所以菩萨度众生 气机是摆在地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